在陆地上用的Starlink能不能带到游轮上使用 连接的速度有多快 使用上没有限制 咱们就在皇家加勒比海洋量子号上做一个全面的测试 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 我是大马毛本 Starlink这个设备理论上是有个天空就可以上网 在澳洲那边我试过确实是没问题 但是我特别好奇到公海上 甚至说其他国家去漫游会是什么样的 然后这次正好坐着游轮到西太平洋的瓦努阿图和新加里多尼亚 然后跟家人做旅行 我在出发之前还特意在网上找了说到底船上能不能带Starlink 我在他的官方网站上没有得到任何明确说禁止使用这个设备 我觉得船公司有很多的理由不让你来使 比如说影响船上通讯影响船上的这些什么信号 当然这都是接口了这个东西它的发射功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Starlink因为你要把它放在船舱之外看得见天空的地方 确实在放置它的位置或者是放置它的安全性会有一点点的隐患 我在阳台房测试了一下不行 它并不能看见整个的一个天空是没法找到卫星的 所以使用Starlink至少至少你要带一个顶层的甲板要全部能够看见天空的地方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这测试环境 看没有四下无人 四下无人 早上起来我还特地起个大脑 让大家看个漂亮的日出 我身后就是太平洋 你看太平洋太平洋真的是很平 啥都没有 然后在我远处能看见一个小岛 那个小岛就是瓦努阿图 船上它毕竟不是明目张胆能来用的 所以我把这个Starlink装在我的妈咪包里边 连接非常简单了 100瓦输出的充电宝 100瓦的端口 另外一个这根线是使用5.5乘以2.1的标准的电脑笔记本的电口 只要把它接上电源这么一插 Starlink mini这个蓝灯亮了就可以用 oh yeah 别忘了这可是在天不招屯后不招垫的地方啊 延迟85毫秒 oh yeah 另外我得测一下它的range 然后看它的信号怎么样 我现在往前走一点啊 再往前走一走 还是绿色的不错呀 现在还是绿色的 哎 现在变红了变红了信号差一些了 也就是说我离那个奇怪的口袋 差不多有20多米远 可以的 可以的 现在我们就在野生的那个口袋 你看见了吗 在这儿 然后就在这儿 野生的口袋 哦 瞧这身体啊 再往前走 看这个信号啊 到这儿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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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绿色的啊 还是绿色的 不错呀 变黄了 哎 这是我们船上的大缆车 然后 从这边过去的距离 差不多都有20多米 测starlink 没有比那更荒的小岛了吧 试想一下自己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小岛上 你手里只有一个starlink 一块大容量电池 看看能不能跟外界连接上 找一块开阔的天空 然后连上电池 它下面就是像壮木取火的现代人一样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信号连上 卧槽 不会吧 这么快 online 已经上线了吗 我看我现在手机已经过热关机了 不是过热挥屏了 看现在的speed test 180兆 180兆 首页随便点一条 没问题 然后随便打开一个 emily just shot a movie lock your phone into the selfie stick 没问题 完全没问题 速度呢不错 180兆每秒 我觉得 一个是在 游轮上 完全没问题 可以用 然后呢 在这种鸟不拉屎的 荒郊野岛上 也可以用 没问题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在一个 黄昏人烟的小岛上 一个 已经 与世隔绝了一个星期的男人 换了手机能够伤网 你觉得第一件事 他会干点什么 当然是关注采风摄影生活大致一键三连了 你想什么了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做了一键吧 我现在速度进去 我现在速度进去 然后再继续 我现在速度进去 如果你从每月的1号开始交钱的话 它就收你80刀 如果你要是从每月的15号交钱的话 那就收你40刀 然后自然月 它是属于你交钱就可以用 你不交钱停掉计划的话 就可以不交钱了 像我因为月初的时候有朋友来 所以我就把这个月的钱都交了 今天是1月22号 我的旅行结束 下船时间是1月24号 下了船之后 我就可以把这个月停了 下个月它不会收钱 这个价钱听起来不便宜 但是对于船上 这一天30美金的价格来讲的话 已经非常的划算了 当然了 你要是船上WiFi信号 你可以在任何的位置来使用 躺在浴缸里 在床上刷手机都可以 你要是使用420的话 你只能到家板上露天的地方来用 你看我们现在把Stalink放在靠墙的位置 到现在它依然没有连接出正常的信号 我必须要把它放在一个天空开放 再广一点的东西 我现在把天线从靠的船桥遮挡比较严重的地方 放在相对半开放的地方 我头顶上天空大概直视的差不多有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 哎 Stalink Connected 确实啊 你看 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只要能够看到敞开的天空 它就能连上 补充一点信息 昨天我在使用Stalink的时候 海上行驶断联了 然后同时在屏幕上出现一条信息 就叫restrict 就是被限制 后来一看它叫什么呢 说请把Stalink在陆地上使用或检查你使用的区域 当时我们已经是从瓦努阿图海港离开了 在海上行驶了大概两个小时 所以那个时候是在瓦努阿图和新加利多尼亚中间的那片海域之上 然后那个时候星链是没法使用的 但是刚才早上船在经过新加利多尼亚的时候是能用的 我用了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完全没有问题的 在海上行驶的速度大概在12节左右 也就是时速差不多不到30公里 在连接过程中没有任何问题 整个看视频刷这个信息都是非常非常流畅的 所以我猜想会不会是因为它检查到我的地理位置 因为星链它是专门有一个叫海事型的一个账号 也就是说你在大洋上行驶的时候 需要交每个月400多刀那个价格非常高的那个使用的费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是导致星链在海上行驶不能使用的原因 妈咪包里就是Starlink 我怎么把它带上船的话 其实就是放在我的器材包里边 直接拖运的行李就放在船上了 在来的过程中我的行李晚到了 我当时还有担心还不会说像上次扣下我的肩板一样把这个东西给我扣下了 最后发现这行李还是送到了 没有做任何的阻拦 总结说Starlink在船上的使用的体验 首先它是能用的可用的 而且是在这种开放区域非常可靠的 但实际使用体验下来的话 它的局限还是非常多 开放天空顶层甲板来用 你要在船舱里边那就没法使用了 说白了它还是一个应急的方案 在你紧急使用的时候能给你一个链接 请你再来点赞 订阅